如是得本,如比清靜波之家上,所有言舍相应。 依它起向上,遍及所知向,言说习气,当之一儿。 前面的第二颗,波之家宝四舍欲,这一颗里面分两颗,第一颗是广辨四欲,就是清舍相应欲,十舍相应欲,绿舍相应欲,黄舍相应欲。 这是第一颗,现在是第二颗,举法同欲,举出来呀,我们凡夫现前的境界,也和这个比喻是一样的。 分四颗,第一颗和种子,我们等一会儿再解释这个种子。 如是得本,前面这四种比喻,这个如是就指前面这四个比喻说的,这个佛又招呼这个得本菩萨。 如比清静菩萨加上,如前面说的这个菩萨加的清静,这个菩萨加是一种宝,昨天简略地解释过。 它本身的菩萨加上,它本身的菩萨加上,它本身的体性是很清静的。 但是上面呢,有颜色与它相应。 就是,有青、磁、绿、黄,这四种颜色,和它相应。 和它相应呢,就是在它本来的清静的体相上,有增加了这四种颜色在上面。 以它起相上,便记所知相,言说习气,当之一耳。 这是在我们凡夫内心的思想上,也有同样的情形。 这个一它起相上,什么叫做一它起,我们前面曾经解释过。 现在再简单地说明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明了的心,就叫做一它起。 好,这个一它起相上,有便记所知相。 这个便记所知是谁呢,也还是我们的心。 这个真地三藏。 在宣章法师之前,真地三藏来到中国来,他也翻译过这个解释秘经。 他也是维持学者。 他的思想呢,他说这个一它起,就指阿雷耶斯说的。 指阿雷耶斯说。 这个什么叫做一它起呢? 就是从眼时乃至到莫诺时,这是一它起。 他这么讲。 他这么讲啊,现在我们的藏经里面,还传流下来的。 这个原测法师,他有一个解释秘经术。 在他这个术上,他表示他的意见。 他不同意真地三藏的说法。 不同意这个说法。 但是现在看这句话呢, 如比清净不止加上所有眼神相应。 和这个真地三藏的说法,有一点和,想和。 怎么知道呢? 在这下文上也得看出来。 说,依他起上向上,便记所直向,言说习气大之一儿。 我们先讲这个言说习气。 言说就是我们日常讲话。 讲话其中的必须的条件,就是内心要有思想。 你内心里有思想,你才可以讲话的。 你心里面不思维,是不能讲话的。 那么讲话,之前还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有名句。 这些文字,这些文字,这些事情。 要有这个条件,你内心里面才能思想。 所以,我这个意义也没有说过。 明为先故想,想为先故说。 这是欲切实的论上,声文帝里面说的。 这个言说习气,也就是内心的思维分别。 他们是一回事。 什么叫做习气呢? 就是我们内心思想的时候, 我们发出了语言的时候。 当然我们内心的思想,可能当时没有说话。 那说话的时候,也还是内心,一方面思想,一方面说话。 那么现在这里说,言说习气,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心里面思想,你发出来语言的时候,造成一个力量。 造成一个力量。 造成力量,叫做言,叫做习气。 就是它的气氛。 这个言说习气,是谁造成的呢? 我们将说,就是我们的心嘛。 但这上面说是,便积所值。 就是便积所值造的。 便积所值还是我们的心。 就是我们执着的心。 执着心,这个心在思维的时候,在说话的时候呢, 就造成了一个原说的习气,造成一种力量。 这就叫做,叫做种子。 叫做种子。 好。 这个一他起向上。 这一他起,现在我们说,就是我们的心。 便积之也是我们的心。 但是现在将开我说这个,真地三丈他的想法。 就是阿赖耶斯。 一他起是指阿赖耶斯说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第六意识啊。 在需要执着分别的时候。 在说话的时候。 造成这个力量呢。 它寄存在什么地方呢? 一他起向上。 在一他起上。 那么就是在阿赖耶斯里面。 这么样说,这段文有符合这个意思。 当之一儿。 就是这个波子家宝上啊。 与青眼闪合。 那么波子家宝就变成个青眼了。 现在这里说。 我们的心在虚妄分别。 在执着的时候。 在说话的时候。 我们不说话也是一样。 你心里面的思维啊。 也是一样造成力量。 你说话的时候也会造成力量。 造成力量。 这个力量寄存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阿赖耶斯里面。 就在一他起在那上面。 就是这样意思。 这个呢,也和那个波子家宝上啊。 有颜色相应。 这个意思是。 这个形式有点相同。 所以叫做。 当之一儿。 我们要知道也是这样子。 那么这一段文和种子。 种子就是这个颜色稀奇。 颜色稀奇是什么? 就是种子。 就是力量。 这是说。 我们内心里面呢。 从久远以来啊。 我们一直的会说话。 会读书。 会思想。 当然这个六道众生里面呢。 银的思想啊。 是最厉害。 银的思想是最厉害。 三个道差一点。 天上的人呢。 有些天上的人也是读书的。 但是他们享受力太过头。 和银。 银的创造力很强的呀。 所以银还是很殊胜。 这里不说六道的差别。 只是说。 我们内心里面的习气。 怎么会有习气呢? 就是这样子。 依他起向上。 遍及所知向。 言说习气。 简单的说。 就是我们内心里面的思维分别。 或者说话。 造成的力量。 就在阿勒耶识里面。 就像波子家宝上。 有青黄。 青磁绿黄。 颜色和它相应。 和那个相似。 也是这么意思。 这是第一段。 下边说到第二段。 遍及所知。 这下面有三段。 这第一段。 和相似。 就是遍及所知。 就是遍及所知。 它起。 第四段。 和这原成诗。 如比青青。 波子家上。 所有地青。 大青。 湖泊。 莫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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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杰都。 金等。 席子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执着波子家宝上的那个地青。 大青呢。 因为是真实的。 他那个波斯加宝上的眼神啊 实在不是真实 只是一个影像 你要把那个地清大清 把它拿走了 那波斯加宝就限制他原来的形象 而没有这个地清大清 湖湖这些事情了 所以知道那不是真实的 但是我们 我们凡夫啊 在我们心里面呢 现在献出来阴的相宝 献出天的相宝 献出山鹅道的相宝 献出来这样的 这是无量无边的执照 我们因为是真实的 就是这个是相似的 这个相似的 其实在波斯加宝上 在地清大清 这是一个无情物 它们本身并没有执照 这是我们引有这种执照 所以一塌起向上 遍迹所指向直 当之一耳 就是在这一些 我们的牙耳鼻色声音 所接触的这些境界 这些境界都是 可以说是一塌起 但是与我们执照的心 但是与我们执照的心接触的时候 我们执照 就不知道它是一塌起 因为它是遍迹所知 这个一塌起是如幻如画的境界 现在我们不认为是如幻如画 因为是真实的 所以这就变成遍迹所指向了 这个地方我们在前面长行 在解释明甲的那个地方 曾经说明 说明这一切的境界都不是真实的 这一切的明年的境界都是虚妄的 但是我们不知道是虚妄 这是第二课 下面第三课 和一塌 如比清静 颇至家宝 一塌起象 当之一耳 的确和真对三丈的说法有点相似 他因为 阿赖耶斯是一塌起 他这么讲 如比清静 颇至家宝 他和各种眼神相应的时候 现出种种相 我们知道是真实的 那是遍迹所知 如果没有那些事情 只是清静 颇至家宝本身的境界 那就是我们的心 一塌起象当之一耳 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明白的事情 比如说是 这个如幻如画的境界 我们因为不是如幻如画 因为是真实的 但是那个如幻如画的事情 本身还是如幻如画的 并不因为我们知道是真实的 它就是真实的 它还是如幻如画的 还是一塌起 并不是真实的 所以这上面也就不提那个 地青大青虎虎 那个事不提了 如幻清静 婆子家宝 依他几象 依他几象当之一耳 这个我也曾经说过 解释过 但是现在再重复说 比如说是 我们常常静坐 常常静坐 我们可能会有进步 我们从预解钉 到了未到地钉 到了舍迹四禅 我们由散乱到寂静 内心里有这样变化 我们对我们的身体的感觉也不一样 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 我们没有禅钉的功夫 我们感觉我们身体就是这样子 但是你要得了禅钉以后 你对身体感觉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但是这件事啊 在我们心里面 有散乱而寂静 有这样的变化 才知道身体 到那个时候有那样的感觉 但实在来说 你现在的身体的情形 也和得禅钉的时候一样 但是我们不感觉 可能也有点不同 我们现在心里面散乱 有很多烦恼 我们身体就是这样子 等到得了禅钉以后 心里没有那么多烦恼 主要是没有欲的烦恼 你要得了舍迹钉以后 没有欲的烦恼 没有欲的烦恼 身体也是有点不同 也是有的 这个地方我们也应该知道 现在这里是说呢 这里是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说 如彼清净 波斯加宝 依他起相当着一耳 就是 这依他起相 就是如幻如画的境界 如梦中静 如水中月 有而不真实 是这么一个境界 我将才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 有而不真实 要我们到欲到微道地定以上 到舍戒定以上 感觉这个身体 有要无 有又好像没有 是这样 我们不到那个境界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那么现在这里说 如彼清净或是家宝 依他起相当之一耳 也就是这样子 要是得了圣道 将才说只是得定 未必就是圣人 现在要是成就圣道 就得了初果徐德环 二果徐德环 三果徐德环 四果徐德环 那个时候 这个得了圣道的人 又不一定 也都是有高深禅定的 也可能是得高深禅定 也可能没有高深禅定 但是都得了圣道 这其中当然也是有差别 我们姑且说 就是得了圣道 而又有舍戒四禅以上的禅定的人 那他们的身体 完全和我们反复不一样 所以那个身体也是父母所生 那个圣人也可能有病 也可能会有病 舍利夫尊者 我们在这个经论上看 舍利夫尊者也有病 病的也很厉害 他要不上神通 不发动神通的话 他就不能走路了 他要到佛前去听法 需要他徒弟抬出去 也有这个事情 但是不妨碍他还是圣人 他那个身体的感觉 和反复还不一样的 从这里看出来 我们反复对于一切法上的感觉 是不真实的 不正确的 不是正确的 我这里就说到这里 下面第四段 和这个成诗 和原成诗 分两课 第一课 从举前面的评语 如比清净 泼子加上 所有地青 大青 湖泊 没落皆多 真金等相 于常常时 于横横时 无有真实 无自信心 其实我将才说的就是有意思 重举前面的评语 如比清净的泼子加上 所有地青的影像 大青的影像 湖泊 没落皆多 真金等的影像 于常常时 于横横时 无有真实 于常常时 于横横时 其实横横和常常是一样 是一样的 但是 怎么样解释呢 到后边那一段解释也可以 现在就当于一个意思解释 于常常时 于横横时 就是常时期的 无有真实 就是泼子加宝上的 大青的影像 湖泊 莫落皆多 真金等的影像 都不是真理 只是个影像 就像我们照镜子 镜子里面显出个影像 那不是真理 你离开了 那镜子也就没那个影像了 不是真实 无有真实 无自信心 这个无有真实 就是那影像不真实 什么叫做不真实 就是无自信心 没有那个大青 湖泊 莫落皆多 真金等的体性的 没有他们的体性 这么讲也可以 或者说这么解释也可以 就是没有真实的 在波罗家宝上面 没有那个真实的地青 大青 湖泊 莫落皆多 真金等相 但是没有这个像的性 还是有的 这么讲也可以 这么讲 但是让我们容易明白一点 就是这些影像都是不真实 有是有 但是不真实 那么这是说的比喻 下面用法来合这个比喻 使法同欲 既以他起相上 有便你所知相 有余常常是余横横是 无有真实 无自信心 原成是相 当之一儿 使法同欲 解这个法和欲是相同的 我们这个身体 明白一点说就是果报 这个果报从哪里来的 就是从那个种子来的 从种子来的 这个种子在这里 所以说功能的意思 但是我们在 其他的学派的经论 他不用这个种子的字 用业力 我们的身体 怎么会有这个身体呢 有业力来的 有业力得的果报 业力得果报 但是维师的经论说种子 有种子献出 有种子的功能献出来的献形 这么讲 意思是一样 有业力得的果报 业力得的果报 我们不敢讲这个身体是有药物 我不敢讲 因为是真实有这么一个身体 我们的敢讲是这样 但是现在告诉我们呢 因为是真实有 所以叫做遍迹所之相 但事实上呢 于常常时 于横横时 是没有真实的 这个真实的果报 是毕竟空计的 这就是远程思想 这就是远程思想 毕竟空计这句话呢 应该再解释 其实我们前面解释了 现在要解释就是重新解释 重解释一遍 我曾经说过 我们心里想 我们心里想 我们说 这屋子里有一条龙在飞 有一条龙在飞 我只是说一句空话 但是别的人看 这屋子空里没有龙 那么就说 你说有龙的时候 就是没有龙 就是于横横时 于常常时 我有真实 就是这么回事 是这样境界 但这叫做遍迹所之 和一塌起不同 一塌起是有龙 我说有龙 你们也会看见龙 那叫做一塌起 现在说遍迹所之 遍迹所之执着的这些有 有我们身体的体型 这里有一个高山大海 遍迹所之这一部分 完全是没有的 就像我说这有条龙 完全是没有的 这个有点不同 遍迹所之的龙 和一塌起的龙 不一样 遍迹所之这一部分 完全是没有的 这里说是于常常时 于横横时 无有真实 是属于遍迹所之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是没有的 是毕竟空计的 犹如虚空时的 要是我们能够 从唯实的经论上的 佛陀的法语 能理解到这一点 那就是原成实相 当之一二 这个意思 这个于常常时 于横横时 无有真实 无有自信 这个常常时 于横时 怎么讲呢 就是于常常时 是以前 从无始以来 从现在 向前推 从无始以来 那个叫做常常时 这个于横横时 是从这么以后 从现在以后 以前也好 以后也好 完全都是空无所有的 就是这么一句话 无有真实 无有真实 与无自信性 刚才我们讲过了 原成实相 当之一二 就是我们遍极所知 这一部分 完全是毕竟空计的 那个毕竟空 就叫做原成实相 是什么意思 而这个空 不是说原来有 把它消灭了 叫做空 不是 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 当时就是空的 就是江才说 我说 这屋里有条龙在飞 我只是说空话 实在这里没有龙 我们要明白 这个遍极所知 这个空 是这样空的 和一他其不同 一他其不一样的 这要常常的思维 常常的思维 要假借疲誉 来启发我们的智慧 来示威这个 这个遍极所知的空 是这样空 就是遍极所知的空 和一他其的有 是有差别的 但是在相貌上看 我们遍极所知的时候 和一他其无差别 都是有 我曾经有一个 那天我也解释过 就是这个 我那天说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 打餐期的时候 熏香的这件事 熏香这件事 他那个熏香 从那么过来的时候 而这个时候 我们就有点敏感 就要睁个眼睛看 就看见那熏香 就拿着相板过来了 然后 那么 这个坐禅的 还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的时候 并没有 原来的 舌摩托的索眼睛 没有 他心里还想这个 这个熏香的这个相貌 等到再整个眼睛看 那个熏香已经走过去了 可是你在想的时候 这个熏香的还在你面前 那么这里表示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遍迹所知 和一塌起不是一回事 是两回事 走了这奈何人呢 比如是一塌起 你还在思维 这个熏香的在这里 这是遍迹所知 这个遍迹所知 就像是这无知有条龙在飞 但是在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熏香的在这里 从这里能得到一点消息 遍迹所知是毕竟空的 但是清清楚楚都是有 而在没有分离的时候 我们的执着啊 和那一塌起的境界 何而为一 我们不知道 这里面我看见的 我执着的是毕竟空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毕竟空 因为是有 等到分开的时候 这个一塌起的熏香的这个人 他走了 他不在这里 但是你还在 一些智慧熏香的这个人 还拿着相关在你面前 那这个是完全没有 你想也是没有的 所以是很清楚的 你闭上眼想 他很分明地在你面前站着 但实在是没有 所以遍迹所知这一部分 是毕竟空气的 它的微妙就是 它和一塌起 不分离的时候 你完全不感觉到 另外有一个 遍迹所知的这一部分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 实在是我们内心里面 分别一切境界 都是这样子 都是这样子 你看见所有的人 实在都是有两份 一个是你遍迹所知 一个是一塌起 但是何而为一 你不知道 你那边是避近空气的 不知道 你看见老虎也好 看见毒蛇也好 你看见一个大楼也好 看见个高山也好 看见个大海也好 通通有这个事情 现在告诉我们 我们遍迹所知这一部分 是毕竟空气 没有 你要能通达这个事 毕竟空气 那就是原成事项 当之一二 就是原成事项 这件事 要是我们 前面已经说过 你要勇猛精进的 用功 事如理作义 不要颠倒思为 观察遍迹所知 毕竟空 你常常这样观察 它才能发生作用 成功了 就是德无声翻译了 德无声翻译 就没有烦恼了 没有无眼的烦恼 但是我们学习的时候 好像明白了 又好像没明白 然后就丢了一边 不再管这个事 那也不可能是 修止观这件事 所以一直得停留在 凡夫的 虚妄分别的境界 你就不能德无声翻译 那这是说维持这样子 当然消息中观论 那观一切法事 因缘所生 是自信空的 也是一样 也是自信空 同时它还是因缘有 还是如换有 也是如换有 那和一塌即是一样 那自信空就编辑直是自信空 就是这样 你要常常思维 常常的观察 常常的阅读这样的法语 慢慢的就会通达这件事 再加上止观 那你就可能会成功了 你可以得圣道了 那么这个 和相指 和一他起 和一对原成师 这三部分呢 解释完了 下边是第二课 要能观人明散巧菩萨 前边直接说一他起 又说匹域 要何匹域 要我们知道 遍际直是毕竟空的 主要是这一点 主要这一点 而以一他起为中心 一他起 虽是遍际直到 实在是一他起 就是我们的心在直到 可是呢 直到这一部分是毕竟空的 那是没有体性的 一他起 还是有体性的 是有 那和这个 原成师还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的 这是要法说 要所观的 要所观的三种自性来讲 下面第二的 要能观的音 来说明散巧菩萨 就是他有这个智慧 他也能这样修行 从这方面来说 分两颗 第一颗是长寒广诗 第二颗以宋律说 长寒广诗又分两颗 第一颗是政变的关门 分三颗 第一颗名菩萨了之三性 又分三颗 第一颗是诗变的所知 扶持得本 相名相应 亦为缘故 遍及所知相 而可了知 怎么样 才明白 这个遍及所知相 怎么样才明白 相名相应 亦为缘故 这个相名实在是一他起 在一他起的相 在安利上很多很多的名字 很多很多的名字 来诠释所权的相 所权的体相 这个相和名 都是我们内心的所缘 我们内心里面的缘 就是思维观察这个相 假借名来观察相 因此的关系 因为有名有相的关系 遍及所知相而可了解 才有遍及所知的 如果没有名的时候 我们遍及所知 生不起来 我们不能去执着 一定要有名 假借名 我们在心里面 有种种执着才生起来 所以我们的眼诗 耳诗 彼此 舌诗 肾诗 前五诗 没有名言 他们没有执着 他们不能执着 这个耳课了知这句话 你要知道 遍及所知 从什么地方出来的 就是由相和名出来的 我们才能有这样的执着的 这是第一课 第二课是一他 一他起向上 遍及所知相直 意为缘故 一他起向 耳课了知 一他起向 就是我们的舌舌响应诗 亚耳鼻色深义 六根六臣六诗十八戒 这就是我们的国报 国报 从这个一他起 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由遍及所知 意为缘故 就是因为有遍及值 才有一他起 我们将他也说过 因为我们心里面执着 我们就熏成了种子 我们心里面有执着 这个执着同于三个地方 一个是耐心里面执着 一个是同于说话的时候也执着 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也执着 就是身口意 这三个地方都有执着 这样子就造成了习气 造成了业力 然后我们就得狗报 就出了一个一他起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一他起 是怎么来的呢 由遍及所知 向直 意为缘故 就出了一他起了 一他起是怎么来的 这是第二课 下面第三课 是原诚实 一他起像上遍及所知 向 无止 意为缘故 原诚实 向 而可了之 这个原诚实的 怎么样才能出现呢 就是我们得到了 这个眼耳鼻子生意的果报的时候 我们迷惑 心里面迷惑 执着 那就是遍及所知 我们现在要搅悟了呢 就是无止 遍及所知向 无止 我们不再执着了 我们明白啊 明言案内的 这一切的遍及所知 都是毕竟空的 再不执着了 这样子呢 这原诚实像 这个原诚实的毕竟空 就出来了 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不执着 我们就可以搅悟了 就可以得圣道了 你在这样看 很简单 我们知道 就是迷惑流转生死 不知道 就是得圣道的 得你烦了 就是这样意思 前边是第一课 一共是三课 第一课明菩萨了之三性 就是了之三性的出现 是这样的 边境所知 从哪里来的 有明有相 从这里执着 就出了个遍及所知 因为你遍及所知 就出了一个一塌其 你搅悟了不执着 就出了个原诚实 就是这么意思 下面第二课 知三性故了之三性 了之三相 三课 第一课 知所知故了之无相 善男子 要诸菩萨能于诸法 依他起相上 如实了之 便即所知相 要诸菩萨 当然这个地方 就是有条件的了 就是学习佛法 发来无上菩提心地 这就是诸菩萨 能于诸法 依他起相上 就是我们这一 将才说过 什么叫义他起 就是我们这一念的明了性的心 主要是我们的心 义他起 一切一切 因心而生起 诸菩萨 书法义他起 如实了之 便即所知相 你能够在我们的心上 心理的思想上的活动 你能明白这个便即所知相 能明白这个 既能如实了之 一切无相之法 我们就知道 我们便即所知 所知的境界 都是没有的 都是毕竟空的 你要知道 我们心里面的指饶 本来我们指饶是指饶有 不是指饶 不是空 因为在义他起相 我们安利种种名字 我们利用种种名字 去思维分别 就出了个便即词 出了一个有而是必进空 就出了这么一件事 我们原来是因为是去接触 一他起的 可是我们从名言上一直找你 就创造出来一个有而是必进空的 不是一他起了 所以你要能明白这个 明白了一他起相 如意一他起了之 如实了之便即所知相 你就会如实地了之 一切必进空的这件事 便即是必进空的 就知道这件事 这是了之无相 下面第二个 聊一他故之眨眼相 要读菩萨如实了之一他起相 这聊之一他起 这句话怎么讲的 就是一他起 是从遍际之出来的 你要知道这个事 既能如实了之 一切眨眼相 就知道我们的眼耳鼻子身意 六根六境六实都不清净 因为是执着心创造出来的 我们不是不执着 我们是执着心创造出来的 这个执着 我们昨天是昨天 我讲了什么叫做执着 要是你常常修止观的话 你一定要明白 什么叫做执着 我们一般的不欢喜学习经论的人 多数知道 我心里有贪心是不对的 我心里有称心是不对的 这么样解释也是可以 但是你解释还不是太恰当 你要知道 我们没有贪心没有称心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看见什么境界 都因为是真实的 这是遍际所知啊 而这是一个大病之本的 病之病的本源 要知道这个 要是我们 不管你是读伯尔经也好 读解释秘经也好 读愣切经也好 读华音经读法经 他说他说这一切法都是如幻如画的 不是真实的 他都是这么讲的 但是我们没有 我们因为是如幻如画的吗 没有 我们因为都是真实的 因为我们自己用功修行的时候 我们就生高慢心 我有修行 你没有修行 这都是执照真实的问题 就是执照是真实的 执照真实的 从这里 你就有 就是遍际所知 遍际所知就造成了业力 做善也是遍际所知 做恶也是遍际所知 这个善业或者恶业都是种子 都是习气 习气去得国报 那国报就不清净 因为是执照心创造出来的 原来心不清净 我们你不深入的修行直观 你不知道这是不清净 因为我心里没有贪心 我也没有真心 我心清净 这不是你心不清净 这上面告诉我们 要诸菩萨如实了之 以他起相 既能如实了之 一切都是不清净 都是扎眼的 是眼无 是这么回事 下面 我们对善可了知了原成实 知清净相 要诸菩萨如实了之原成实相 既能如实了之一切清净相 这就不同了 要诸菩萨如实了之原成实相 就是 如实了之原成实相是什么 就是那个变异是如实必尽空的 不是真实的 这样你心里面不知早了 那就是了之原成实相了 既能如实了之一切清净相 法 你心里面呢 在一切境界上 心里面不知早 那就都清净了 清净 不再迷惑颠倒了 什么叫做正意念 什么叫做不颠倒 就是主要你要知道这一点 所以是 一切尤为法 如梦环袍影如露雨如电 泛水有相皆是虚亡 一遍诸相非相皆是虚亡 这是正思维 这是不颠倒 我们出出家的人呢 我们还是可以原谅了 你出家了你要好好修行 当然我只好 念阿弥陀佛之修行 或者照本 照的经本 照文 念一遍 这是修行 这样子 只是说一个千方便而已 不是修行 你一定要按照 金刚经合和摩赫波尔波罗密经 道理是一样 一定要知道 一切法是因缘有 是毕竟空 超越眼前的一切的虚妄境界 那才可以 那才是可以的 当然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就是得了无声发言以后 他是心里面有无数的智慧了 但是还有很多烦恼 可是他的无数者的智慧啊 能使用他的心清净 不愿意办不到 那么我们完全不管这件事 我们虽然出了家和没出家一样 思想是一样的 你这个执照心没有去掉 你出了家和没出家一样 是一样的 你一定要改变这个执照真实的这个变迹所知 改变 当然说这个 我刚才说 这个按照经济凌说 一切有何如梦环泡影 这一切法都是不真实的 你要有这样的印识 要有这样的智慧 现在这为时尚所说便一所知 一切法都是明言分别啊 本身都是毕竟空计的 有的不一样 但是都是叫着正义念 都叫如理作义 如理作义 如果我们能这样修行啊 才有一点佛法的味道 才有点佛法的味道 才有清净的可能啊 才有这个可能的 所以这个是 要诸菩萨如实了知 原成十相 既能如实了知 一切清净 想法 这时候才知道 什么叫做清净 才知道这回事 这是第二个 知三性故 了知三相 下面第三个 知三相故 断言正敬 这个说的是更厉害了 分两个 第一个 了知无相 断扎言法 当然这个 紧接这个问题就来了啊 我们这个 江才说了 什么叫做扎言呢 我们江才说了啊 什么叫做执着就是扎言 我们怎么办法能消除这个 这个扎言的啊 这个执着呢 就是要诸菩萨能于 一他起相上 如实了知无相之法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在一他起相上 如实了知无相之法 这话怎么讲 我们的问题啊 就是在一他起相 一他起相上 就是如幻如画 如水中月 如梦中静 如不真实的境界 直到真实 简单说就是这样 再明白一点说 直到有我 直到有一切法 一切法都是真实的 我也是真实的 这就是 这就是一个眼无 现在呀 直到一切法 都是如幻如画 如水中月 如梦中静啊 如就是毕竟空的啊 水中哪里有月亮的 这是假的嘛 无恶也无一切法 所以就是 欲依他起相上 如实了知无相之法 但这个地方还是有点问题啊 还要承认 有如幻如画的一切法 这是我们知道的那个 完全是没有的 这是还是两回事 还是两回事啊 我知道那个鹅完全是没有 我知道那个法是真实的 完全是没有 那如幻如画还是有 还是有的 因为那个是因缘有啊 你 你内心里面有的业力 这业力 它 它要发生作用啊 这个是事实不可否认的呀 不管是中观也好 不管是为实也好 都是承认这件事 这个是 为实里面特别说出一句话 一他起啊 你不可以不承认有一他起 不可以不承认有一他起 那我们那个学习中观的 一他起是因缘生法 因缘生法是自性空 怎么一定不可以保应 应该保应呢 其实不是 你不可以保应这个一他起的如幻有 这个在中论也是一样 也承认一切法 因缘所生法还是有的 只是不承认他有自性就是的 是这么回事 而这个地方呢 也就是弯 有这么一个弯啊 你要实时的思维 实时的观察 这个弯就过去了 你才能过去 你不感觉到 为实和中观有冲突 没有冲突 所以 善男子要诸不着能于他起相上 如实了之无相之法 就是在这个如梦中经如水中月的这些法上啊 我们所执着的一切是没有的 是毕竟空气的 你要能知道这件事呢 既能断灭障碍相法 你心里面无舍得嘛 就不会再有贪神词的问题了啊 要是我们你不关 不用这个道理 关一些法空啊 你要是消灭内心里面的烦恼 是不可能的啊 勉强不来的啊 你一定要关他的空的 没有生贪神词的理由了 这贪神词才能消灭 所以既能断灭障碍 所以既能断灭障碍 我们从这里啊 我当初我心里的想 当然我们是在佛学院里 学习经论的 就引起这个疑惑 念阿弥陀佛能不能断烦恼呢 我们消灭内心的时候 既空既假既中能断烦恼 我不修既空既假既中 我念阿弥陀佛能不能断烦恼 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后来继续地学习 继续学习 我就敢说这句话 我们这是 你啊 经理论说这个地异地啊 你头疼 我就视为这个头疼 我也管这个事 我就念阿弥陀佛 但是你阿弥陀佛能不能断烦恼 不能断烦恼 不能 因为引起烦恼的这些因缘完全在 你指导也是在 指导这些经理完全在吗 怎么能不生烦恼呢 你念阿弥陀佛还这样生烦恼 但是佛也是开这个方便这个法门 为什么呢 就是佛是看明明白白的啊 到了末法时代的众生就是懒惰 你辛苦一点 我要告假 我不肯做这个事 不肯努力 不肯努力 就花些简单 容易要这样子 我就能够成佛 你愿意这样子可以生 这样子怎么能成佛呢 你一定要辛苦一点 要努力 我不怕辛苦 你才可能会在佛法里面有点味道 在那里味道 这是第一段 下面第二段 断杂眼故 正德清净涅槃 要能断灭杂眼相法 你能够按照中论的道理也好 按照杰森秘经的维思道理也好 观察一些法是空的 就能断除一些有所得的烦恼 断除一些贪嗔痴的烦恼 就是断灭杂眼相法 杂眼相法就不现前了 他就不生气了 既能正德清净相法 这时候你就成就了 于一切时心清净 烦恼不陷际了 因为你用这样的止观 断除烦恼的种子了 他就心清净了 这是第一课 下面第二课 重叠前观一答前问 又分两课 第一课重叠观门 又分两课 第一课 谍之三性 故了之三相 前面已经说过 现在再重说 如是的本 有诸夫人如是了之 便其所知相 依他起相 原成十相故 就是由于你 修舍魔陀 又修披不舍诺 在禅定里面这样思维 你的智慧增长了 你就会真实的知道 什么叫做便其所知 什么叫做一他起 什么叫愿成十 你就会明白了 如是了之之后 无相法 眨眼相法 清静相法 就是 了之便其所知相 就是了之一切法无相的道理 了之一他起 就知道呢 一他起是个眨眼相法 是个眨眼 不是清静 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我现在呀 我很久我没有贪心了 我都不沉心 你把我心里不动 你因为这是清静的 不是 所以现在你要知道 你的眼耳鼻子深意 主要是你这一念心呢 还有执着啊 这就是不清静 你要知道这件事 这就是了之一他起相 了之原成十相呢 这个时候 断除一些眨眼 其实一切是清静的 一切实 一切处 其实清静的 其实清静 就与地义相应了啊 他不合的希望分别不相应了 这是蝶子三性故 了之三相 下面蝶子三相故 即断言正静 如是了之 无相故 无相法故 断眠一切眨眼相法 这个如是了之 无相法 就是长时期的修止观 长时期修止观 直到我们的 看所见闻角知的一切法 这都是毕竟空气的 你要长时期 不是一刹多间 就得啊 多了三秒三不得了啊 这是要长时期的 观一切法空 断眠一切眨眼相法 就是心就没有这些 贪知的眨眼都没有了啊 断眠一些眼相 眼相法固 正得一些清静相法 你常常的修止观啊 观一切法空 你 你的眼物的烦恼都没有了 这个时候呢 正得一切倾向 就是正了原成始了 下面第二个正答二问 以上面的观门 正答二问 其此名为欲诸法相善巧菩萨 就是前面说这一段 就是到此 其此就是到此为止 你的程度就是欲诸法相善巧菩萨 我也正好到这个 在这个程度上告诉你 你是欲诸法相善巧菩萨 就是你得无声法眼了 前面是禅行顺实 了知三性的功德 下一边以颂料说 就是凡显呢 不了无相 你要不能通达一切法无相 你是有过失的 你的过失你很难能够消除 这一颂略说分两颗 第一颗是发起颂文 而是世尊欲充宣旨意 而说颂约 这是第一颗发起颂文 下面第二颗 举颂略说 又分两颗 第一颗是正颂不了无相 前面有一个颂 我们要不明白的无相 就有过失分两颗 第一颗举不了之 显不断砸眼时 要不了之无相法 要不了之无相法 要是我们不修止观 你不修舍摩陀 不修披波舍诺 你不能观察 明言安理的一切法 都是无所有的 你不这样做 眨眼相法不能断 我们的贪真词 这个有所得的分别性 是不能消除的 就不能得圣道 这是第一颗 下面第二颗 第二颗是 我们就不能够消除 眨眼的这些烦恼 见烦恼 爱烦恼 沉沙的烦恼 我们都不能断 这样子 坏证微妙净相法 就失坏了 证得微妙真如的清净法 就不能证了 这是第一颗 证述不了无相识 下面第二颗 从识不观众行的过识 分两颗 第一颗名放义识 不观诸行众过识 放义过识害众生 这个 我们现在的 禅后说 现在是末法时代 还能得圣道吗 其实不是 主要是我们本身 放义的关系 你要肯努力 一样可以得圣道 你假设 你肯能够拿出时间 其他 虽然是我们是出家人了 其实有些事情还是放不下 放下 你能够念四万遍大悲咒 你一天念他一千遍 念到十万遍的时候 你看看有没有感应 就不一样 这些经论上说的事情都是真实的 只要你肯努力 他就有成就 所以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 念大悲咒还有灵验吗 念大悲咒照样有灵验 你要是能够把法画经背下来 那就不同 你立刻感觉身体都不同 感觉都不同 你现在要把三十卷的摩赫波尔波 的密经背下来 也是立刻的感觉身体轻松 和不背说不一样 不一样 我说你背法画经也是一样 它不同 这都是无上甚深微妙法 我们念这无上甚深微妙法 这句话是五在天 这四句诵是五在天写的 但是有道理 我听说因为五在天不明欲 他写这个诵 我们佛教徒把他丢了不要 但是唯头骨头把他捡回来 这表示这个书还是合道理 可以念的 现在这上说 我明放异时 不管诸心众过时 放异过时害众生 就是我们要有愚痴 自己障害自己 我们不修直观 不修摄魔陀 也不修皮肤舍诺 有的人愿意修行 他是精论学习的不够 只能够修摄魔陀 不能修皮肤舍诺 不能修就不能得圣道 你只修摄魔陀 不能得圣道 有的人可能会修摄魔陀 也能成功 得了禅定 但是没有皮肤舍诺 还是个凡夫 他自己不知道 今天的汉文佛教就是这样子 不管诸心众过时 越愚痴 不能够观察 一二二彼此生意 神圣相未出法 六根六境六识 主要是这一念心 诸心 很多的有为法的境界 主要是我们的心心 心心的贪生识的活动 干脚没关系 你不观察它的过时 放一过时害众生 我放中我自己 我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 当然就是有了过时 其实处处执着是真实的 贪生职业随时会活动 这样子就伤害了自己 不能得上到 还有很多的过时 还有很多过时 我们读这个欲切实的论 修的神地 我发脚了一件事 发脚什么一件事 我现在出家了 出家了 这里有个庙 那里也有个庙 那里有庙 庙里还有佛像 还有出家人在那里 那就是你还算是有福报啊 等到啊 这里庙都没有了啊 有的时候还有庙 但是没有出家人了 你那时候出家 你看看和现在通不通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啊 哎呀 还有庙啊 你要感觉到那都是佛 不是慈悲啊 也还是有人能够继续流传佛法啊 要是我们今天的出家人不肯努力啊 传扬佛法的没有了啊 就算是还有人穿大脸啊 还看着剃光头啊 但是没有佛法的气氛 因为他不学习佛法嘛 这个时候你出家你看看 还能不能像今天这样 我看没有了 要是我们今天的出家人不肯努力啊 这个这一天不会很久就到来了 不会很久 我看有的地方啊 现在就是那样子啊 没有庙 没有出家人的 没有啊 没有的 所以是不断眨眼相法固 坏正微妙相法 自己破坏了自己得圣道的因缘 不是非佛教徒能破坏佛法 不是的 是我们佛教徒自己破坏的 不管诸行众过世 放逸过世害众生 这个我们讲完了 下面第二个名 谢代师 谢代驻法动法中 无有失坏可怜民 这个谢代 这个谢代是什么意思啊 谢代是众多的过世的因缘 是众多的功德的障碍 这个谢代啊 是说你有这个能力 可以栽培善根 可以需要生的 但是就不肯努力 这样的谢代 不努力 什么事也不能成就 这是 谢代驻法动法中 这个驻法是什么意思呢 驻法是涅槃 得了涅槃以后 永久也不失坏 是常驻的 所以叫做驻法 这个动法是什么 就是流动的生死的境界 有生也有灭 这个生死流转的境界 叫做动法 或者说这个驻法 是得禅定的境界 这个动法呢 就是散乱的境界 好 我们现在啊 我们现在啊 是懈怠 懈怠啊 我们是在这个驻法 动法里边 我们懈怠 懈怠的结果呢 我们就啊 驻法 我们没有 下面说 无有实坏可怜民 那个无就是我们不会得禅定的 因为你懈怠嘛 这个动法你有 这个流转生死 这个烦恼散乱的境界 我们有 这得禅定就没有 无有 因为没有定 而有散乱的境界 失坏 我们圣道是不能成就了 圣道不能成就 那么就是原来的流转生死的境界了 可怜民啊 这个人啊 本来是可以得圣道的 因为懈怠啊 圣道不能成就 还是原来的苦恼兼兼 所以这个人是可怜民的 这个是 这个宋啊 以宋料说 前面是禅行的 是说正面的 要正面你可以努力啊 你就可以交无了无相法 断除去眨眼法 成就清静法 这个从宋文上 说闪面 从反面说 你要不了之无相法 眨眼相法不能断 不断眨眼相法 故坏政为妙净相法 不管诸行众过世 放逸过世害众生 懈怠诸法动法中 无有实坏可怜民 从反面说 就是警教我们的意思 这个 《解身秘经》啊 是唯实的 这个小派里边 一部重要的经典 这部这样的经典 在我们今天的汉文佛教 学习维持的人不多 学习尊观的人也不多 也不多 因为学习的人不多 我们要学习就是困难一点 通达维持的人特别多 我们要学习维持就比较容易 今天 美来讲堂的主持 《尝诈法治的慈悲》 叫我来和各位共同的学习 学习这一品 我们没有福报 全部的《解身秘经》 没有福报 只能学习这一品 另外呢 我非常感谢的 就是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肯拿出时间来陪我 来陪着我来学习 我非常感谢这一品 但是这部经 因为 但这部经 我也感觉到 不是容易解释 但是我现在也可能有些 解释的不正确的地方 希望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是慈悲指正 慈悲指正 我就讲完了 就是这样 我讲完了 这里有一位法师 提出有些研究的地方 我念一念 你们听听 昨日你解释 依他其向 为一切法 原生自性 为一切法 皆由因缘生出 他自己的体性 至于下一品的三无性中 佛说一切法 皆无自性 无生无灭 无生无灭 本来寂静自性涅槃 而立身无自性性 会同一切法 会同一他其性 请问师父 从因缘生法 从因缘生法上看 还是应该说一切法 本来是无自性 应该还是这么讲 但是在我们的指导心上看 是有自性 所以佛在宣说这件事的时候 将就我们的指导心说 这是遍及所知自性 这是一他其自性 这是原成实自性 是这么解释 就是这么解释 使令我们容易明白一点 如果一开始说这都是没有的 那怎么解释 那就很困难了 不用解释了 这个意思 我这么解释这个问题 这个 比如说是遍及所知自性 我知道啊 这屋子里边有一条龙在飞 那这条龙在飞的时候 它是也有体相的 它还有会飞 也会动作 所以说这是 在我们指导心来说 那么它就是有体性的 也可以说是有自性 但是要是破除我们的指导的时候 根本没有龙 哪有龙的自性呢 就可以这么说 就是不是佛没有自相矛盾 这件事 就是按照我们迷惑的时候 立出这个名字 但是也又按照我们 脚悟的时候 立出名字来 所以这个名字有点不一样 应该这么说 又如是为实空意 是否与 般若 这是般若 与般若 中观之缘起性空 就能会通 我将来是会通的 是相通的 但是 有点不同 有点是不一样 就是这个 《般若经》 中观论 说一切法 因缘生法 是自性空 那我们是一切的因缘生法 我们都可以观察它自性空 这个是理之气壮的 一切法都是空 我们可以这么讲 但是维实的经论是说 一他起的一切法 不可以空 都这么讲 这就好像和中观论上 有一点不同了 但是你要思维这个意义 它还是相通的 因为中观论说 一切法自性空 你还要承认一切法 缘其有 你还要承认这一点的 不可以不承认 因为我们做善有善报 做恶有恶报 你需要圣道 可以等圣道 那么这不是缘其有 但是这个缘其有 还是自性空 它是无障碍的 世俗地和圣仪地是无障碍 现在这个 维实的经论上 也一样 也是无障碍 圣仪地 也还是承认如患有 如患有 也是圣仪地的必经空 也还是承认这一点 所以在大体上说 中观的空有二地 和维实的空有二地 是可以汇通的 是无障碍的 中观论颂 诸法不自生 以不从他生 不共不无因 世故知无生 这不就是非自然有的 生无自性 所以是的 所以它们是可以汇通的 这是第一段 第二段 一切法的本子境 凡夫见不到 是的 是这样 我们所见到的境 皆由自己心思中的见分 去见自己心思 变现出来的相分 缓由自己的心思 去正知所见 是否正确 我说时所缘 为时所现 故 焉我们所见的影像镜 于修止观时的所缘镜 皆是为时所现 这事意显现的为时无镜 是假想观 这个地方呢 有点问题 好 我们的心思啊 为什么不能见到本子境 不能见到一切境界的真实相 因为我们时里面有无明 时里面有无明 和这个时啊 同时的去发生作用 所以使我们的时 不能见到诸法真实相 要是我们修止观 把内心里面的无明 消除了 这属能见诸法真实相的 是这样 我们所见的影像镜 与止观时的所缘镜 皆是为时所现 这事意显现的为时无镜 是假想观 这个假想观这句话 这里面有般若的智慧 不是无明说的话 无明是执着啊 什么都是真实的 是这点有点差别 不能究竟泄脱 是的 唯有中道的空观啊 才是真实观 是的 如此 为正圣道之前的修行啊 皆是 为正圣道之前的修行 皆是假想观 是的 为正圣道之前 你还是用功修行啊 因为修行之前 一定是学习经论了 学习经论了 经论是佛菩萨的法语啊 它会告诉你 你的观察这个境界 都是不真实的 它会告诉你 什么是正意念 什么是颠倒分别 所以啊 可以这个时候说 都是假想观这些话 也说得通的 因为都是行者内心的分别 寻思观察 没有无我的空慧 如何能去真实观的 没有真实的无我的智慧 但是啊 它从经论上的学习 知道是无恶是对的 知道有恶是错误 但是它办不到 就是明白这个意思 但是办不到 这是媚得圣道之前的修行 是这样子 但是虽然没有正道 但是它对知是知 我现在这个地方有错误 会知道这件事 和我们媚学习佛法的不同 我们现在啊 应该是很容易明白这件事 我们现在学习这个解身秘境也好 也好 你学习这个大制度论也好 学义欲切实度论也好 修行的时候啊 还是这二地 第一地和世俗地 也是修职也修观 但是我们用这个 这些经论神里面的佛菩萨的法语 你去看祖师的语录 立刻会知道祖师有问题 但是你要去看天台智慧大师摩尔指观 它没有问题 它没有错误 就是他们天台智慧大师也好 《亏吉大师》也好 《圆车树》也好 《圆车树》也好 你看清凉果实也好 他们的著作 它和圣言量是一致的 但为什么它能这样的 因为它学习经论 所以它说的是我们可以信 可以相信 你不学习经论 你在闭上眼睛 在东想西想 你自己发育是有问题的 是有问题的 我会想到这里 我认为你柔油 有点複当 你让它在北扇 你走上来 的灵魂 在这里 在这里